作者,老谭 在每一片的情况下,就自我陶醉的乙岛主的姿态对俄罗斯做出承诺,也把俄罗斯方面的严重不满,就连日本国内也产生了严重的错觉,以为被俄罗斯成为南千岛群岛的四个岛屿已到日本囊中,运起了岛屿主人的味道来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1月17日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称,早前不久,有两艘日本渔船在南千岛群岛的国后岛附近,进行捕鱼作业时,被俄罗斯边防军实施检查,并以该两艘渔船有违规行为为由出以了罚款。 事件发生后,日本外务省以这些行为,不可接受为由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。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,日本的抗议明显没有起到任何作用,反而给即将举行的两国首脑之间的谈判,带来了消极因素。 根据日俄之间的相关协议,日本渔船可以在附带一定支付条件的情况下,在南千岛群岛一带捕鱼,而今俄罗斯边防军果断出手对日本渔船以检查和罚款,无疑是一副对日教训之势。 新阶段,日俄之间关于岛屿归属问题,已经对决了许多回合。 日本在所搞基本无望的情况下,还玩起了舆论造次的搞法。 以赴这些岛屿已经日本化的态势,本来就让俄罗斯感到十分不满。 这两艘日本渔船却自移,卫视地道敏感区域作业充当刺头,完全是自讨苦吃。 应该说,如果没有其他问题,日本有两艘渔船到南千岛群岛作业并不是太大的事情。 而今这两艘渔船,却遭到俄罗斯军方的检查和罚款,至少说明三个问题。 一是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上,根本没有与日本妥协的可能。 俄罗斯军方再强化该地区的检查与执法。 二是俄罗斯对于日本近期的做法强烈不满,通过对于船的检查与罚款,来表达对日本的教训。 三是日本方面如果再不收敛,任何官方和民间的行动,都可能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激烈反应。 早前不久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,日本对争议岛屿的主权主张,实现后,可以不驱逐住在岛上的俄罗斯人。 同时也可以建议被驱离岛屿的日本人,不向俄罗斯方面索赔,辞于一出。 不但俄罗斯方面强烈不满认为,安倍这是不承认二战事实的做法,就连日本国内也认为安倍操之过急,给接下来日俄之间,地结和平协定带来了障碍。 果然,在接下来的日本与俄罗斯外长级别的地结和平条约谈判中,以无果而终。 近年来,日本在俄罗斯方面搞定了名堂,安倍将夺岛作为其一件重要的政界工程来推动,实在必得。 日本成立水陆机动团,与美军展开联合渡到训练,为武力夺岛作顺备。 日本还派遣军方人员,化妆成非军事人员等等,依附作叹之事。 日本在俄罗斯先处和平条约的谈判中,就岛屿归宿问题,作为前置条件给俄罗斯施压。 直到早前不久的安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态度,都说明日本的骨子里,只有岛儿没有其他了。 日本如此做法,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就是既要美日同盟,又要日俄钉米岛屿。 现阶段美俄关系已至冰点,美国千方百计对俄罗斯实施多维度打压,甚至可以说美日之间的安保条约,既是美国牵制日本的一张牌,也是威胁俄罗斯的一颗炸弹,俄罗斯不可能不懂得各种风险。 但日本却在根本不可能放弃美日安保同盟的前,一条道走到底,甚至还玩起了苦地抽心的把戏,无疑许俄罗斯强烈不满。 这次俄罗斯对日本预权的处罚,既是对日本政府的警告,也是给即将举行的俄日首脑挥物划出了底线,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那句话,领土问题没得谈。 任何人说了,这艘的处罗斯大人说了,如果有点兴材,我们来感觉。 感谢观看